全日單號飯店人員拿餐點 再將一盒和年菜快速裝進保溫袋裡 除其最期待和家人的團圓飯 不少民眾搶訂飯店年菜 頂著低溫一大早就來提令 走廊上出現排隊人籠 一旁的飯廳裡還有大批民眾在等候 提令年菜人潮爆滿 台北福華飯店這次推出當日現做年菜 提供中西式餐點 一推出就賣出750座 在年菜的外帶跟內用的圍爐上面 外帶年菜的銷量是相對高的 在年菜我們提早讓客人取用 提早讓客人領取的狀況下 我們目前年菜大概是相對 內用是有大概兩倍以上的業績 看著民眾喜歡外帶年菜 在家裡圍爐的感覺 飯店增加近百人的能力 因應提令人潮 從早上十點到下午五點前 開放民眾提令 若超過時間 也可以去其他餐廳提令 大火快炒烹煮 香氣四億 年菜不只有魚有肉還有蝦 今年原山飯店年菜 以冷凍外帶為主 限量推出2300套就立刻完售 今年營收相較去年成長2.5成 中部飯店也是忙著因應下午人潮 飯店人力一次集中 忙著將餐點裝進盒子裡 臺中玉圓花園酒店 推出熟食年菜外帶組合 上午正在積極備貨 因應下午兩三點提議人潮 各大飯店除夕不停歇 提供給民眾溫馨美味 換員飯 訂閱新聞李明慧張祺雲 台北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